非常担心的 两位 你们喜欢哪只鸡呢 选好后我立刻为你们宰杀 不耽误你们时间的 我们应该选一只体型大典的鸡 给妈妈熬汤喝才好 没错 最好鸡腿也能大典 妈妈的脚受伤了 说不定吃了鸡腿 会有助于它脚伤的快速恢复呢 嗯 你说的很有可能的 那我们就买大只一点的鸡来炖汤 你们这是要买鸡给你们的母亲吃吗 是的 我妈脚摔伤了 她平日里最喜欢吃鸡腿了 所以我们特意给她买只鸡吃 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啊 这样做那是会伤害到你们母亲的 哦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难道我母亲的伤不能吃鸡腿吗 鸡汤是最滋补身体的 我妈又爱吃鸡 这种美味又营养 怎么可能会伤害她呢 难道你们就没想到过因果报应吗 啊 又是一个学佛的 真是凡人 弟弟我们快离开 不要理她的 哎 你们这样做那是愚昧形象 是错误的 这种学佛的人 这种学佛的人真是烦人 总是在人面前唠叨个不停 妈妈生病了 我们买鸡给她滋补身体 怎么会是错误呢 她的想法真是可笑 哎 我真是倒霉 竟然又把脚给摔伤了 妈妈 最近几年 每到冬天 你都会将脚摔伤 你也太不小心了 以后路上游冰的时候 就别出门 是啊妈妈 路太滑了就容易摔跤 你年纪大了 摔一下就会骨折 之后你要好好小心才行 这和路滑可没什么关系 我摔倒的时候 路面根本都不滑 哦 难道你是被什么东西绊倒的吗 怎么说呢 我当时走得好好的 也没滑倒也没被绊倒 突然就感觉 像是有人扭了我的脚 特别痛 接着我就摔倒了 姐 你说妈妈 她会不会是缺钙了 才会这样啊 有可能 下次我们给妈妈买一些补钙的产品 来让她补充一下营养吧 你们不用那么麻烦 人家都说要补不如食补 我怕我喝点鸡汤 什么病都能治好的 妈 我看你这是想喝鸡汤了 我们今天已经给你买了一只鸡 一会儿就可以炖好了 等一下就能喝鸡汤吃鸡腿了 我真没白疼你们俩 你们姐弟俩真是孝顺啊 然而 不管是喝鸡汤还是吃钙片 王大神的脚不但没有好转 反倒是鸡水肿胀的更严重 后来就连走路都越来越困难了 妈妈的脚痛越来越严重了 今天医生说 这样下去的话 搞不好会瘫痪的 是啊 可是妈妈她很不配合医生的治疗 她总是相信食补胜过药物治疗 妈妈的脾气我知道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收集 能够快速治疗脚病的偏方 希望能帮助妈妈早日恢复健康 是吗 那你有找到好的偏方了吗 嗯 有一个偏方很多人都和我说过 或许真的会有些效果 是吗 那是个什么偏方啊 我们可以试一试的 很多人和我说 吃狗肉是最自补腿的 尤其是现杀的狗 而且杀这只狗的时候还不能流血 据说用这样的狗炖汤 对脚病很有效的 原来是吃狗肉啊 我也听说狗肉很自补的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买一只狗 做给妈妈吃好了 可是 如何在杀狗的时候不见血呢 这还不简单啊 我们可以将那只狗 按进水里淹死 那样不就见不到血了吗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方法啊 爹爹 还是你比较聪明 哈哈哈 为了给王大婶治疗脚病 这姐弟二人真的买了一只狗 并准备将其按进水里活活淹死 哎呀 这家伙的力气还真大 是啊 弟弟 加把劲 一定要按住他 我看他还能反抗多久 你们俩快住手 你们在做什么 大叔 你不要过来 这时候 水里的那只狗 已经停止了挣扎 弟弟将其从水中拎了出来 扔在地上 此时 那只狗 一动也不动 肚子变得鼓鼓的 你们两个人 怎么这么冷血啊 竟然活生生的 将这只狗给淹死了 大叔 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你们把这只狗 给活活淹死 还说是没有办法 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我们这样做 是为了救我们妈妈的 她的脚病 需要用这只狗 来治疗的 糊涂 糊涂 真糊涂啊 你们这样做 哪里是在救你们的妈妈呀 你们这是在害她 啊 大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我们是在害我妈妈呢 狗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 它总是那样的信任我们 可是你们俩 却这么残忍地将它淹死 你们这样残忍杀生 不但救不了你们的妈妈 反而自己 也会因沉重的杀业 而遭到报应的 大叔 你也是学佛的吧 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 有事没事就喜欢说什么因果报应 杀生受报的话 就是嘛 我们这样做 那是为了我们妈妈的健康 为了母亲 而宰杀一只狗 有什么不对呢 爹 我们走 不要管它了 好的 现在太多的人不相信果报 等到果报降临到身上的时候才会醒悟 到那时候可一切都完了 姐弟俩将这只狗炖了给王大婶吃 可是王大婶的病情却并没有因此而好转 反倒越来越严重 好痛啊 我的脚好痛啊 真是痛到要人命啊 你母亲脚的病况很糟糕 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 但她的脚还是没有办法保住 啊 难道除了截肢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是的 只要你们家属签字同意 我们马上就可以为她进行截肢手术 这是 我要和我姐姐商量一下 她等一下就会来的 哎 怎么这个时候了 她还没有来啊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姐 医生说妈妈只能截肢了 你说该怎么办啊 咳咳咳咳咳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也只能听医生的安排了 咳咳咳咳咳 你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 不知道啊 这几天 我总是感觉凶闷 而且咳个不停 我想 是因为最近担心我妈妈的病情 而造成的吧 我看你 还是去做一下检查 比较好的 啊 好吧 等我妈妈的手术做完了 我就去检查一下 一致咳咽的原因 几天后 王大婶做了截肢手术 她永远失去了一只脚 而她女儿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胸腹积水 怎么会这样 我的腿就这样没有了 怎么会这样啊 病房门口 儿子正偷偷地看着这一幕 他眼里含着泪水 转身离开 朝另一间病房走去 另一间病房里 姐姐坐在病床上 姐 你好些了吗 没有 我感觉好难受啊 弟弟 你说我怎么会 突然胸腹积水呢 姐 我想一定是最近太过操劳 累出病来的 不是这样的 弟弟 你还记得 我们杀那只狗的时候吗 那只狗被呛得不停地咳嗽 它身体里也必然积了好多水 弟弟 我可能是得到报应了 啊 姐姐 你怎么会这样说啊 这几天晚上 那只被我们活活用水淹死的狗 总是在我梦里出现 而且 一边咳嗽着 一边向我锁命 我真的好害怕 报应会降临到我身上的 报应 难道这真的是报应 最近几天我也经常做这个梦 姐姐 难道这真的有果报吗 是啊 这几天 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经常会想之前那些学佛的人 对我们说的话 残忍杀生 不但救不了我们的妈妈 反而我们自己也会因沉重的沙液而遭到报应的 啊 难道我们妈妈的脚和你的病都是因果报应 我想是这样的 弟弟 你从今天起多做一些放生护生的善事吧 否则 果报也会降临到你身上的 哼 好的 杀生的果报如此深重 王大婶一家人在遭受到了果报后才幡然醒悟 开始积德行善 河边 姐弟两人推着轮椅 轮椅上坐着王大婶 他们三人将一些鱼虾放入了河水中 如果我们以前就能早早这样做的话 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样子 妈妈 我们现在这样做也并不晚 没错 行善放生的事情 不管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算晚的 嗯 你们说的有道理的 祈愿诸佛齐家备 慈悲光碍杜送身 生命弘法大道场 时时与您相伴随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你就在道场里面 因为我们叫生命电视大道场 这个大道场在干嘛 慈悲所有的生命 放生 诗识 操舵 弘扬佛法 鼓励天神 发普利心 求三宝加持 所以愿各位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进入生命大道场 关怀所有的生命 阿弥陀佛 不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化基金的过程 选入晋装 达到可抵眼 让出生命电视台 达到可抵眼 优出的 这只能够 转入 那只能够 在 Felated 两支 通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